在过了预产期五天之后 7月15日晚7点45分 姚辰儿子小土豆终于问世 姚辰经纪人即刻现身 向在医院守候多时的众位媒体 公布了这一喜讯 19点45分 重生的男孩 622良心 母子平安 是顺产还是保护产 顺产 姚辰身体怎么样 身体怎么样 在休息挺好的 姚辰平安无事 那粉丝们最关心的 就要数小土豆的长相了 帅不帅倒是其次 有没有遗传到姚辰的 标志性性感大嘴 才是最重要的 孩子长得像爸爸还是小妈妈 都像啊 你们看到了吗 我还没仔细看的 虽然姚辰生得顺利 但到了预产期 肚子却迟迟没有动静 就让她着实紧张不小 在15日上午 小土豆终于有了出世征兆 姚辰就立即打下催产针 同时姚妈妈也迅速赶到医院 陪伴女儿走上人生新阶段 反而是姚辰老公曹瑜 在下午两点半 才手持相机抵达医院 直到儿子出生也未现身 亲自记录下姚辰生产的全过程 这可让不少粉丝都高呼 姚博主你快把这些爱的见证 放到微博上分享一下吧